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古代富豪 富这个字是什么说 上面一个盖子 也就是你是戴冠帽子的 中间一个口 也就是说做吃人不土骨头的商人 最下面一个田 什么意思 要嘛你就是当官 要嘛你就是从商 要嘛你就是拥有土地 所以才会成为富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香港的富豪 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与惠来宾 第一位时事评论员姚慧珍 大家好 来第二位财经专家林昌星 女嘉好 大家好 来第三位财经专家林有明 好 女嘉来宾大家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的有钱人 富可敌国的香港货家 其实对台湾人来讲 货英东可能比较没有印象 但是如果你看过大概在三十年前 香港很流行所谓的传记类的电影 包括你看到的薄豪 吴义探长雷洛传 其中还有一部叫做 赌城大亨之新歌传 当年是找了所谓的刘德华来演赫星这个角色 赫星就是我们说现在的香港赌王 澳门赌王何鸿燊 另外有一个贺心的好搭档叫郭英南 其实郭英南的原型就是霍英东 当然霍家在香港富可敌国人人都知道 但是霍家到底怎么起来 他的二代霍正廷 娶了香港最美的港姐朱玲玲 他的第三代我们说霍启冈 娶了跳水皇后郭晶晶 最近如果你注意到香港应该最热门的新闻 跟这些富豪都没有关系 而是梅西到香港去踢球 居然没有上场 所以霍启冈就跳出来了 那整件事情跟霍启冈到底有什么关系 霍家到底多照得住 我们对于这些富豪家族 最有兴趣的当然就是他们的八卦 我们来看一下霍家的感情事业性 大陆跳水皇后郭晶晶 跟香港富二代霍启冈 爱情长跑八年 还没报孙子就已经砸下大把的银子 不只花费五千六百万举办世纪婚礼 据说霍家还送给郭晶晶一栋六千七百万的豪宅 而如果他再为霍家生个孩子 肯定少不了奖励 还有女星许子琪 嫁给香港的富商李兆基的儿子李嘉诚 在去年生下儿子 老公也买了上亿元的游艇送给他 看看这些富豪出手一个比一个还要大方 也难怪豪门的媳妇都拼了 只要生一个小孩 这一辈子都不愁吃不愁穿 其实霍家最近在香港 我们说相对的是非常低调的家族 这个家族为什么到现在还可以维持这么的高档 霍家的第一代创办人 他虽然是穷小子出身 但是他在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上 他对于中国是非常喜欢的 也就是对于中共政权是非常支持的 早在1980年代他就当了所谓的人大的代表 而这样子的家族 难道他只是靠政治势力 在香港与人来站起吗 佑铭哥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过年就应该要来讲这种话题 不好的一个东西 像大家以后都有办法 至少没有办法到他们的一个程度 下一次讨论的就是你 对 就是你 我们下次来开一个主题 我想因为他是红顶商人 也是红色巨股 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说 因为当时各位要知道 在1950年代有南北韩的一个韩战 在韩战的时候 中国其实是抗美援朝 所以国际之间 包含美国跟英国基本上就制裁 制裁中国的一个情况之下 因为他非常爱国 霍英东非常的爱国 所以他就等于是帮中国来去私运一些物质 当然在他的眼里来讲是爱国 但是在外人的眼里来看 他这个叫走私 所以他一直背着一个走私起家的一个罪名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他的名字是有改过 他叫英东 那英东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英勇的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所以他改这个名字 不是英勇东九龙半岛吗 都可以 但是至少就证明说 其实他的内心里面是有红色协议的 那当然因为他做了一个走私 当然就赚了很多的钱 赚了很多的钱之后 他就慢慢的开始扩展他的一个事业 所以你要知道 后来其实他有曾经在赌业这个方面 跟和鸿燊 和鸿燊其实基本上是 他们基督师出童言 因为他小的时候 12岁的时候是就读黄人学院 那个黄人学院很有名 第一个是孙东山 国父孙东山在那边读过 第二个何鸿燊也在那边读过 第三利西胜家族的利西胜 也在那边读过 所以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 基本上都有渊源有感情 那他就跟何鸿燊 1960年代的开始就成立了赌业 赌业之后拿到了澳门的 第一张的一个赌牌 成立了新娱乐的游乐场 然后之后要把整个澳门 变成了所谓东方的蒙地卡罗 但是后来他就跟何鸿燊闹翻了 为了要入主所谓的政协跟人大 就是所有的你看到政商关心的一个连结 所以他就把他赌业的一个股份给试掉 所以他的起家是来自于这里 当然之前他在早期成家的时候 有被英国因为走私的这个部分 曾经想要被驱离 制裁过好几次 对 制裁过好几次 但后来这件事情就作罢 当然一来他存货就好了 所以他就是会 这个本身就比较低调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他当时违反的一个法令 是联合国的禁运 但不是所谓香港法令 所以是香港的地方 没有办法去制裁他 第三 你在香港也住了十年 所以对这种早期在香港 能够居留下来超过十年以上的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优惠 那1980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了做所谓的重商 重政之路 那跨足到中国之后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津津乐道 因为当时他在广州 开了一个叫做所谓的 白天鹅的这个宾馆 那这个白天鹅多有名 1984年代 邓小平在南巡演讲的时候 三次造访他的一个宾馆 因为我必须要南巡 我南巡的目的是要改革经济 我要改革经济有这个初想 但是没有商人支持不行 所以他第一个选择就是霍英东 他选择了霍英东 到了广州的一个 新天鹅的 白天鹅的这个宾馆之后 然后后来慢慢就成为 未来改革开放的一个 滥商跟发源地 那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就进入到了所谓的一个中国 那后来为什么跟中国的关系好成这样 因为他1983年的时候患了淋巴腺癌 当时他有在想说 1983年 1983年 对 他有在想说 我到美国英国去治 还是我到中国去治 但是因为他怕这个美英 还是会自裁他 OK 对 就是你知道 看病的时候人都最脆弱 最脆弱的时候 我就趁你病要你病 对 以前不修理你 对 以前不修理你 不代表未来不修理你 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 去中国的北京 但是他的病后来就治愈了 那治愈了之后的话 当然就是因此 他对中国就更加的信赖 所以我们说红色巨骨 红色巨骨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的 那当然后来慢慢的 慢慢的一个发迹 晚年的一个生活里面 他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南沙特区 他盖了虎门大桥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推展体育 所以他一直在做体育的公益 中国推上了世界舞台 我们来讲2006年 他过世是84岁 83岁左右 他是用国家领导人的最高规格 来举兵的 近乎国葬 近乎国葬 所以他是香港第二个 有国葬礼遇的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人 就是红色巨骨的一生传奇的故事 OK 我们说 第一代创办人 或者创业家 其实蛮辛苦的 其实通常再怎么辛苦 最舒服的 什么工作最舒服 其实就是富二代最舒服 吃青年 你这一生在拼什么 拼身体健康 你只要多比你老婆 再重新 你这四人安全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霍家 他们除了说才富可敌国以外 在感情的世界也非常的丰富 其中我们说当年的 要奥运的跳水皇后 郭晶晶到底跟霍家第三代 怎么样的在一起 追了八年 太可怜了 来 惠珍 是 其实我跟你讲 你刚刚特别提到 当富二代很好 那你知道比当富二代更好是什么 富三代 富三代 所以呢霍企 因为第一代拼过 第二代看过 第三代爽过 对 然后因为第二代 在第一代的关切之下 也不敢太爽 第二代后来开始爽了之后 第三代就开始放开 怀来爽 所以真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富不过三代 对 但你知道吗 郭晶晶跟霍企 这个故事 真的让你 除了是说 抱得美人归之外 名门之后 再加上 中国的体坛的一个国宝 所以当年的一个 世纪婚礼 吓死人 我跟你讲 怎么样吓死人 他们光办整个婚礼 新台币大概1.1亿 然后他们就光 你有来到三甲 你有来采访 我就给你红利 三百块人民币 光这个发了 换算成台币的话 大概930万 发红利 记者来采访 下人来到三甲 发了快两百万人民币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这样子 大豪门的这种手气 真的是吓死人 那讲起这个爱情故事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霍企东还真有心 他其实呢 以前是哈佛毕业 那你知道家里那么有钱 又长得那么帅 所以以前那些 partying animal 就是真的很多parties 但是到了2003年04年的时候 他认识到这个郭晶晶 那最主要关系 也跟他阿公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郭晶晶 就是因为奥运的关系 然后去到那边去嘛 然后后来那个霍企东呢 他阿公是当年最早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足球总会的会长 所以在奥运这个部分 是霍家长期以来 在帮忙的 所以也因此而认识到他 然后这个霍企 这个霍企东 对 这个霍企东呢 后来就一开始 见到他之后 哇 就一开始 就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之后 你要知道哦 郭晶晶他除了 长得非常漂亮之外 他在中国体坛的地位上 是不可小觑的 怎么样不可小觑呢 第一个 他14年的一个 运动员的生涯里面 竟然拿下31座的世界冠军 第二个 他竟然拿下4座的奥运冠军 所以他在中国的一个体坛地位 真的宛如国宝 然后长得又漂亮 所以那时候霍企东 可是追了他追了8年 然后后来追了他8年 据说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郭晶晶他的父母 他们认为说 这种大宅门门门之后 一路豪门深四海啊 本话拍棚啦 对是无情帝王家 对 那还不如就说 我们自己安安分分 反正你自己本身 那么有能力 不需要一定要嫁入豪门 后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知道他们当时 要答应要娶他的时候 或者是说做到夺足吗 真的是说 除了是他爸爸 就说我们这个媳妇 真的是下架我们霍恶家 用下架 而且所有的喜帖 都是由郭晶晶放在最前面 然后光是拍摄 他相关的婚纱照四地 跑到他的一个老家 香港 然后希腊 然后还跑到哪边 然后反正就是做足了场面 然后他们在登记的时候 是2012年的11月8号登记的 但是宴请的时候 是2012年的11月11号 为什么 爱你一生一世 所以这是做足到 还有他爸爸疼他 就是他公共疼他 疼到什么地步 他们当时就马上买了一个 在1987年的时候 他们货家就买了一个 北京的一个 那个叫什么 四合院 就是大宅门的那一种 结果在他决定要 下架霍驾的时候 他马上过户给他 然后现在据说 高达人民币大四五亿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霍驾为了 迎娶这个体坛的国宝来 真的是费尽的功夫 那确实啊 取了他之后 他也帮他们在中国这个部分 更深跟很多的人脉的关系 不过我们刚才提到 所谓的士气婚礼 常常有网友会写讯息给我 尤其是女生 他说我只是想要一个 梦幻的婚礼 我有错吗 结婚 一辈子只有一次 我说孩子 这一辈子只有一次的 不是婚礼 是葬礼 所以到底这个婚礼 我们说这个梦幻婚礼 花了五千多万的婚礼 到底长什么样子 常心 其实这个婚礼 其实是很梦幻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 梦幻的背后就花很多钱了 用钱贴起来 用钱贴起来 对不对 你贴起来之后 其实郭晶晶 我说老实话 说实在跟霍佳了 看起来算是格格不入 有什么 其实我说格格不入 因为有霍佳 你知道吗 有钱人嘛 香港就是前一前二首富 可是郭晶晶嫁入之后 就像刚才慧琳姐讲到 四季的婚礼 让人家很厌 你叫他把你折了 你知道你叫他姐 对 你知道那个婚礼有多 有那个宾客 有多么的那个 连什么约旦王子 都飞过去 所以整个婚礼 是让人家非常的赞叹 但是重点是说 我认为会有这样的一个联姻 重点是在 整个郭晶晶 他是属于比较什么 比较亲民的形象 所以他嫁进去之后 整个把霍佳的形象 刚才提到了 不但是打入了中国 而且中国的网友 基本上都对他什么样 非常的赞同 为什么这样 你虽然婚礼 你取进来的时候 花了很多钱 然后让大家都鼓鼓掌 可是真正在过生活的时候 郭晶晶呢 却过出了 他们叫香港 阔太太 过不出的态度 怎么叫阔太太 阔太太 如果去吃饭 要不要进包房 包间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吃饭是 不进包间 去大白党就吃饭 他们在路上大白党 坐下来喜欢吃就吃饭 所以第一个 他们不进包间 所以他们跟一般的 香港的老百姓 吃一样的东西 那是造成保镖的困扰 你知道吗 一定是这样 第一个 第二个是他的亲民 那他多次在出访的时候 郭晶晶都被人家发觉 他用的身上的产品 都是平价的服饰 像20块的 3 5块的法圈 所以他用的都是 非常平价的服饰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平民的跳水房 这个贫 你贫穷的贫 是跟平民一样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 富豪跟我们没有差的这么远 那么做了这个歉事之后 为什么大陆的网友这么感动 基本上他们一样是为善不落人 大家知道去年12月 2022赛有大地震 大地震之后 他们率先就捐款 捐了多少 7000万港币 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大陆最贪的网红 叫做疯狂小洋哥 小洋哥 不是我们的网安小鸡吗 对 那是我们台湾 大陆是小洋哥 带货一个 他们捐了1200万 因此货家是捐了7000万 而且是从COVID-19捐了7000万 大水捐了1200万 那这次又捐了7000万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货家基本上怎么 对于整个市场这么的一个关来 我觉得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其实郭金星办了一个很重要的角度 就让他的先生霍起钢 他本来是你刚才说的 二代嘛 三代啊 应该是三代 这三代本来很开很飞流的 带这个母亲 非常亲民非常体贴 最棒人家今天乐到的就是说 这个霍起钢 他现在在路上走 都会被人家拦下来拍照 人家拦下来拍照的时候 人家拦下来拍照的时候 他居然为了拍照 拿那个公事包 他就直接丢在路边 但会说我来跟你拍照 结果就会拍出来 他那个公事包 基本上用得很高的 你说实在 现在人家炫富 不是LV 不就是爱马斯 他居然用那个很破的一个 所谓的公事包丢在路边 所以变成说 其实我觉得 霍起钢跟郭金金这一对 会让人家对于霍家的观感 就什么 完全的改变 那就从什么 从原来的奢豪 变成平价 变成平民 那我讲个实在话 他们一般的者也是有得力 你觉得怎么办 怕被共同富裕 所以问他们什么 很有钱 很低调 但是地产的比例少 你又做了很多好事 然后你又不炫富的状况下 我认为了他这个夫妇 尤其是郭金金 是在所有扩泰 在里面这么有钱 他通来不炫富的状况下 成功的替这个郭家 我认为了 也打入了政仓关系 也没有被共同富裕 我觉得是最佳的典范 不过以郭金金来讲 他本身当然在跳水皇后 刚才慧珍也介绍过 他的丰功维约 但是我们再往上一带看 那朱玲玲 朱玲玲不就是 你说选美出来的是水娘 台湾当年也有中国小姐的选美 中国小姐的选美 最后出了什么问题 这好像不是变成 就是高官贵族 这些富豪的选妃大会吗 所以中国小姐 一度因为这样子被停掉 但是我们说朱玲玲 嫁到了霍家去 难道就真的只是花瓶而已吗 我相信有办法 在霍家生存的女人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慧珍 是 我现在终于发现一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加入 豪门关心 是因为我没有叫姚珍珍 不是因为你常找富豪麻烦 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郭晶晶 那你知道刚刚郭晶晶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她光合婚礼 弄了1.1亿 她那个婆婆叫朱玲玲 其实朱玲玲照理说 当时她的婚宴的一个情况 是比郭晶晶搞不好 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说呢 郭晶晶她席开是150桌 朱玲玲是360桌 然后朱玲玲 连家帮她喊不拉喊统计下来 她光是婚姻的部分 大概花了大概几百万的港币 但你要知道 她可能是在1960年 70年的时候 所以那个金额也是很吓人 你现在看到她这么漂亮 你就知道她是选美出身 事实上 她是缅甸华侨 到香港去发展 然后她18岁的时候 就参加这个选美 选美就选上 结果后来就是 被她的老公就 霍正廷 一看到哇惊为天人 那霍正廷其实是大朱玲玲 也是大了18岁 所以她那时候已经三四十岁了 后来就发现说 哇这女孩子太漂亮 而且气质又那么好 我一定要是把她追上 所以据说刚刚她宣布完 然后说 选完得奖之后 马上一个大的 非常大的 一只手没有办法抱住的 一个玫瑰花就送到她 后来她开始演 就是演出 在娱乐街 有开始演去TVB的一个 无线电视来参与剧组 玛丽观七七拍摄 结果一样 每天拍摄 每天鲜花都到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在20岁 就真的就加入了这个豪门 那其实事实上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们霍家地带的霍英东 她本身是水上人家 其实她是很辛苦 那时候叫伴户 对 她就是水上人家 其实出生 然后从做什么杂货店 然后开始跨路 买一台这次摩托 开始做运输物流 水上人家 其实在早期 基本上她就是建民阶级 对 她就是建民阶级 你的户籍是不能上岸的 然后你是跟着那个船屋 然后在这个河里面 海里面漂流 对 基本上就是社会的最底层 是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霍英东有办法 从最底层一路爬到最高层 是有她厉害的地方 而她最厉害的地方是 她也认为这个朱玲玲 看起来好像感觉上 好像只是漂亮眼 但没有 她骨子里有那种韧性 那种韧性也就是在霍正廷 在做一些商场上一些投资 或者是说在所谓的关系上 男女朋友的关系上比较复杂 朱玲玲都沉得住气 究竟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之为超级富豪 那我们说有一个标准 就是身价净资产在3000万美金以上 也就是将近10亿的台币 那讲到香港的富豪来 大家想到当然就是李嘉诚 香港有个国中生写了一篇作文 叫做香港是李嘉的城 如果你活在香港 你几乎所有东西都跟李嘉诚有关系 你钱可能存在李嘉诚 他们家的产业的银行里面 你家住的地方可能是跟李嘉诚租的 你去逛的商场是李嘉诚 他们家的你用的电力 水力甚至瓦斯 也都是李嘉的 而这么有钱的李嘉 在最近这几年所谓的COVID-19 整个通货膨胀之下 他的资产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对岸中国大陆 现在有共同富裕 但是李嘉诚不但闪过去了 他的资产不减 反正 你说他长额实业不是股价一直在掉吗 但是他投资了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能量饮料 叫做Holing 能量饮料 这个Holing是帮他赚回来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他的身价不但没有跌 还多出了30亿的美金 我们来看一下李嘉诚传奇 招牌黑色粗犷眼镜 是一场笑脸迎人的李嘉诚 1928年在广东潮州出生 因为日本清华 同年时随家人必走香港 小时候家境清寒 小学后就没再升学 他曾在潮当跑堂 也当过销售员 好学的他亦有时间 就拿出书本或是背英文单字 22岁时李嘉诚向亲戚借了点钱 加上自己省吃减用的积蓄 以5万港元创了长江塑胶厂 他秀准塑胶化市场 每天辛勤工作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但对李嘉诚来说 并不满足 李嘉诚靠着不断阅读 掌握市场最新资讯 以及独到的投资眼光 从一个穷小子一路从塑胶花大王 晋升成地产大王 股票大王 2018年5月 李嘉诚正式把商业帝国交给章子李泽聚 转任集团资深顾问 2019年夏天 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 李嘉诚于8月中 在多份报纸刊登广告 呼吁停止暴力 隔月李嘉诚首度对反送中运动表态 我们希望年轻人 能够体重各个大国 此字句句 透露出对香港未来的担忧 根据数据公司的统计 全世界总共有3194位亿万富翁 而占最多的是纽约占了136个 而第二名的城市 不用怀疑其实是在香港 香港有112名亿万富豪住在这边 而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香港的四大富豪 我们说来香港的富豪 李嘉诚他又夺冠了 李嘉诚总以总生价390亿的美元夺冠 而且说实在话 这390亿是你看得到的 很多有钱人他们喜欢在一些 你听都没听过的小岛小国家 在那边注册在那边开户 为什么 他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为了逃税 而是不想让你知道他有多少钱 再来第二名也是 横基地产实业的李造基 他有303亿的美元 来第三名也是新世界的郑家纯 不是鸡排妹 郑家纯 他有289亿的美元 来最后 你听到都是实业 都是地产 要不然在台湾上都是科技的 人家只做一款豆油歌而已 我们说李景济集团的李文达家族 有193亿的美元 到底怎么这么有钱的 而李嘉诚他的发迹自负 到底有怎么搞成现在这样子的 尤其是这么大的所谓的COVID-19 所谓中国的共同富裕 为什么李嘉诚的身价不减反征 2013年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我还在投资市场的时候 各位你要知道 当时他大局的撤出中国 没有人搞懂为什么 但是李造基接了香港的产业 但是他退出去 事后来证明他退的对不对 他退的对 因为各位可以去看到整个 从后来的 你看到习近平后面这一段 什么共同富裕等等的 打车打摊 他的投资眼光 你说我们香港人 基本上都是做房地产 做银行什么 不是2013年 他跑去买了一家公司叫Zoom Zoom我想现在大家当然都很熟 可是2013年 现上的远距通讯的 2013年谁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等到2019年挂牌的时候 他的市值大概66亿美金 那挂牌当然他就起来了 到2020年的时候 没想到一个COVID-19 让他市值变成863亿美金 真的13倍 但是21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消退了 跌下来 到了21年的时候 整个算出来的一个市值大125亿 还比他原先的一个之前的一个投资 挂牌的时候增加了一倍 当然原始的投资更低 好 那大家还以为他还不会去做科技 然后不会去做其他的什么 他又跑去做这个软性饮料 他跑去做美国的一个软性饮料 然后做完了以后又赚钱 又从13%的一个持股 又套现 然后又卖到只剩下4% 所以他的村区就好 他就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周转 所以我们常常在看李嘉诚 我曾经去香港 我去在逛的时候 我去看很多的你看到的新生地 他在盖的房子 我问当地的建设司机 我说李嘉诚盖房子盖的怎么样 他说真的不怎么样 因为都是盖的集合住宅 OK 对 但是人家就是这样有钱 因为他一直在跳岛 OK 那我们说 另外来讲另外一个富豪 我们说香港的李肇基 不是红星的机构 虽然都叫李肇基 但是这个李肇基里 有一个特殊的封号 叫做香港的王永庆 当然不是以他们的身价来比 那大概就是金银之神的意思 所以惠正 是 香港的地产大亨李肇基 为什么叫做香港的王永庆 我跟你讲 他一样跟王永庆一样 从制作所谓的杂货出来了 OK 未必 对 未必 那实际上是他爸爸开始卖的 然后应该是说 后来他六岁的时候 就被他爸爸带去铺子里面 然后就开始学 然后开始学之后 很厉害 他二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出来创业 带着一千块的人民币 到他2019年的时候 应该是说整个大概三百亿美金 OK 他一身份都就从个一千块的人民币开始 所以他也是还骂人家 蛮厉害一件事说 他都会嗅到当时整个时代背景 当时在整个香港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做一些进行相关的贸易 所以他就买卖外汇黄金 这边开始起家的 然后起家之后 他就发现房地产也开始起来的时候 他就跨入 他先开始成立了一个叫永业公司 永业公司之后 然后又成立了新鸿基公司 新鸿基公司 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跟主要三个 李肇基 然后郭德胜 郭德胜也后来变成是新鸿基的最主要的一个国家 然后后来他们也就从 自己又1975年又成立了一个鸿基 从这里开始他都独立 然后变成自己的一个鸿基的房地产 建立自己的王国 但是他们整个不寻常的厉害的地方是在于 他们用分层出售 然后十年分期付款的方式 然后在当时把整个 本来那时候的香港 他们都一层一层销售 他们后来隔间 然后开始销售 然后让一边中下 或者是中产阶级的人 可以买起这样的房子 然后也让他的整个房地产帝国 越来越厉害 然后他就开始慢慢跨足到其他领域 包括中华煤气 包括香港小轮 然后包括梅丽华酒店 这边都是由他步步跨出去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在中国的经济起飞的时候 他也转向广东这边 进行饭店业 酒店业的一个投资 然后33亿人民币 建立了一个北京的一个痕迹中心 所以人家为什么说 他像台湾的一个王永靖 主要也是因为 他整个事业成长的王国里面 其实都看准了时事 然后不断地去多元化发展 所以有人就问 你赵一公 你怎么赚钱的 你赚钱有没有什么进决 我跟大家分享 人家厉害就是厉害 他说我就怎么样 我就是一变八 所以他的概念就是 一搏二 二搏四 四搏八 只要重压 每次都翻倍 翻三次就变八倍 如果讲到王永庆 他对台湾的投资 我想他应该最难过的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他的汽车 王国最后没有成功 第二个也是当年 其实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 政府是有叫他买的 他觉得这个地方 我看不到我不知道 他在做什么 所以后来台积电 比较活起来一点点的时候 王永庆就把他给卖掉了 但是回到我们说 香港李兆基这一段 其实所谓的投资理财 不外乎就是进场跟出场 2013年的时候 刚才有名歌讲过了 当时的李嘉诚 想尽办法要逃离中国 甚至是逃离香港 但是李兆基反其道而行 投资了500多亿的港币 买下了中环一大片的土地 但是从去年底到现在 你都知道 香港的房地产是在暴跌的 香港的股市更是在暴跌的 屡屡破底 李宇创这近30年来的新低 所以李兆基 他这个集团 有得到钱 昌星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你是平凡人 得到一千可能倒下去 他们不是平凡人 他们承受度高 资产够大 所以承受的波动够大 你给大家概念 你刚才说脆破杯而已 对啦 去年度 他也是第二名 资产303亿美元 我说老实话 去年的香港跌得很惨 可是我们要从李兆基上面 学到一件事情 他被称为是什么 亚洲股神 跟什么 香港的巴菲特 为什么他可以被称为香港的巴菲特 我先跟大家一个重点 他现在光说什么 一个派系红利 他现在不靠资本利得 资本利是大家穿来穿去 探价差 那他怎么去赚这个红利 很简单 大家就说 我放楼盘收租金就好 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 可以说李兆基 这么厉害 我说大家听来说 他其实 大家如果想要有钱 就是这样 是违基入市 大家知道说 假设在台湾你如果要买房 SARS的时候买房最好 对不对 不然已经过了 已经十几年了 对不对 我也想过啊 所以那个时候 COVID-19 我也想入市啊 没有跌 那没有跌啊 COVID-19就没有跌 所以同样的事情 第二次就不会发生了 大家就想要买了嘛 好 那我们回到李兆基 你要为什么这么厉害 他其实是在 1975 1976 就大概80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那时候 房市大跌 股市大跌 他那时候 我们不要讲地产 我们就讲一个 最有趣的说 他当时在下跌的时候 股票也跌吧 他去收了什么 他去收了所谓的 公用事业 就是说做水电的啦 水电事业 这间公司呢 说香港中华媒业 那香港说 大家知道 香港是地狭人丑 所以这种水电的 我们说 国营事业 我们谈 所以他做什么 煤气 他做什么 他做水利公司 所有的都是什么 都是独家的 他收了这个公司之后 开始什么 每年替他 稳健的增长 我先说 房市在飙的时候 他会飙 房市跌的时候 他也不跌 为什么 你还是要用水用电 所以到了去年 他整个分红 光这一家 中华媒业 分了60亿的港币 意思就是说 他什么 我的这个房地产 没有涨 对不对 可是我的什么 我的煤业 还可以带来 稳定的收益 还有一个 其实在早期 他其实在投入的时候 现在如果大家 如果还有去香港 我先跟大家讲 现在大家不是 那么喜欢去香港 可是香港的地方 真的很便宜 你到了香港 看到第一栋大栋 在知道 IFC 这个国际中心 就是 也是在最低点的时候 香港的门面 对 那个门面 那一栋 那一栋 那怎么样 收租金嘛 所以有人就问 李肇一公 你怎么赚钱的 你赚钱 有没有什么秘诀 我跟大家分享 人家厉害就是厉害 他说 我就怎么样 我就是一变八 什么叫一变八 大家听好 刚刚开到最大 对 就是怎么样 我只要薄三次 那就是大家 有什么运财 运财是什么 贵什么关 每次翻两倍 所以他的概念就是 一薄二 二薄四 四薄八 只要重压 每次都翻倍 翻三次就变八倍 所以他最有名的一意 其实反而不是股市 他是在1990年代 那时候 日本的房地产很好 可是日本那时候 大家知道利率比较高 日本那时候 准备开始怎么样 把利率降下来的时候 重压日本债券 你看多厉害 做房地产 做债券 资产那时候就翻一倍 当这些H股 要到香港上市的时候 他又把这些香港的H股 全部吃下来 所以你说李肇基 为什么有机会去吃 李嘉诚的楼牌 我跟大家讲 李嘉诚是完全靠的是 地产实业 可是李肇基 后来已经 地产叫做收租 他现在可以设计 资本市场的投资 那他当时收了国庆之后 他有讲过一句话 只要大陆来的国 大陆的国企 要到香港来上市 来一间我收一间 所以每一间都要 十倍以上的获利 所以你想想看 当一倍变成十倍 去年可能跌了百分之四十 或是的时候 其实对他们来说 基本上 我就是稳定的收集 所以我提醒大家 现在其实投资也是这样 就是什么 危机入市 一博四 四博 一博二 二博四 四博八 这个题要给大家参考 这边我先跟螢幕前面的观众 强调一下 人家的一博二 二博四 四博八 人家是存很多 有背筋 知道吗 对了 你当时在买会 人家在买会 你知道吗 你当时在买会 你已经在买会了 当然 危机入市跟入市 就是危机是两码子 不过呢 俗话说 富不过三代 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很多很多的大企业 很多那种家族性的大企业 他其实不喜欢上市 为什么 我家 我自己贪 自己送 我干嘛跟你瞎缴 所以你包括 我们说很多精品的集团 他也没有上市 那你说精品 我们这个要 我们的高贵性 我们的独特性 我们的尊荣感 你买到油膏 你也不上市 而且还这么有钱 你说老师 那不是豆油膏 那是蚝油 那如果我在吃 他相信 也是豆油膏 所以永明哥 这罐豆油膏 哪有这么厉害 但大家蚝油是这样 我们台湾人当然是吃酱油 但是香港人的话 基本上是蚝油 他们炒东西 什么都要放蚝油 所以我们有吃过蚝油芥兰 对不对 但是那个味道 我们还真的不习惯 你们有没有吃过 那个针鱼骨油 那个也没吃过 针鱼屎油 屎油 对 那个香港人也非常爱吃 豆薄啊 但是你到了台湾 到了大陆 可能只有南方的人在吃 但是我认为 富豪 如果你的股票上市 你是用市值来去算的话 当然你有可能 一下子成为富豪 一下子又从第一名 像碧桂园一样 又从你富豪第一名 调到第六名去 但是如果没上市了 那个才真的可怕 因为那个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它藏在哪里 像蚝油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1888年 各位知道吗 当时的李锦记 他的创始人叫李锦商 做蚝油是怎么做 因为他做蚝汤 做一做之后 忘了关火 忘了关火 那什么话是 忘了关火 就烧干了 他算要烤一碗蚝油 对 后来就炒冬 变蚝油 就发现居然可以拿来吃 就是因为这样子做起来了 李锦记家族的妈妈会议里面 有规定喔 规定是什么 不能养小三 不能离婚 不可以讨价 如果做的话 基本上就被踢出家族 因为他们家族没有上市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被踢出去之后 不好意思 你什么股权都没了 我们说蕙准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所谓超级妈妈小组 跟这个家族委会 到底怎么运作 我跟你讲喔 其实这个问题问到我就好 就对了 因为我写了一本书 专门在讨论台塑集团的 经营权跟所有权分离的制度 事实上不管是台塑集团 或者是香港的李锦记的 他们的家族 他们所参考的 其实都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 那洛克菲勒家族 他们所制定 因为他们就是希望 不要有所谓的 付不过三代这种事情 希望整个企业 是可以走向百年企业 甚至是数百年企业 所以他们就制定了一个东西 叫做经营权跟所有权分离 那现在经营权跟所有权分离 其实在林锦记家族也是这样 那所谓的家族宪法 什么叫家族宪法 就是他就把整个 这个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你一定是要协同 都是我们 不管比如说是李家 一定是李家的协同 儿子生的女儿生的都可以 一定要有协同关系 你才能进入这个家族委员会 第二个 整个集团的董事长 一定要是我们姓李的人 这是协同的人 非流氏称王者天下共集之 对 就规定很严格 其实王家有一部分也是这样 然后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你CEO的部分 因为你是经营第一线管理的 你CEO的部分是可以外聘 但是你外聘进来到我们 这个家族董事会 每一季都要报告 每一季报告之后 这个相关的资料 送到我们家族委员会之后 这个所有的委员 包括配偶 子女都要参加 然后一季要四天 然后讨论这个家族的事情 第四件事情 所有的东西 如果你有意见 51%家族成员通过就通过 那有话讲清楚 可是讲完拍板 51%通过之后 自己没有赢了 就是讲话 如果你要修改 刚刚提到的家族宪法 比如说我现在要三七四七 本来是规定不可以 你要75%的票数通过 比我们立法院 比我们修宪还难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是非常严格在管的 那刚刚提到的 什么超级妈妈的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男人们 在进行这相关的会议的时候 配偶们就要开始 去进行他们另外的会议 进行什么会议 小孩子要怎么教 上什么课 然后怎么样的班 就是要开始 怎么样去把孕育 下一代这件事情 栽培下一代的这件事情 也是进行一个 相关的一个管理 然后相关的分享 然后他们有 就是说有一定的 包括 比如说我这孩子 已经到了20岁 20岁之后要进到集团服务 他也要进过 三到五年才能进去 然后进去到之后 他最多只能做到65岁 他就必须从第一线退下来 然后你最多做到70岁 你就要变成 从家族委员会里面退出 七上八下 对哦 完全是 不能无限期连任 所以我们现在台塑集团 王家这个部分 就没有比照 事实上就我所知 我这边就爆一个料 台塑集团 现在他们也开始 朝这个方向 所以他们的第三代 也开始弄一个 所谓的共事营 就很有趣的是 去共事营发现 这些王家人 好像听英文 懂得比听中文多 都是留学的 而且其实台塑集团 王家跟李锦记家族 更不一样的地方 是他们事业体太庞大了 他们跨足到 十个不同产业 所以后来到这个 虽然我觉得 对于所谓的经营权 所有权分离的 这种家族宪法的机制 讲起来是很好 但是实际落实起来 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李锦记家族 因为他们的事业体 相对来讲简单 但如果说像台塑集团 王家实在是太庞大的情况之下 没有一个有什么都 整个十个产业都懂的 所以到最后 可能会变成 真的只能 透过聘雇专业经理人 然后来落实 然后至于 李家仁王家仁 就当一个快乐大股东 说实在话 这种制度 在所谓的华人社会 会比较难执行的理由 很简单 因为以前 三七四七 很正常 在中国传统的 继承制度里面 从第一章子继承制 变成诸子均分制之后 他就会有分家的问题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爸爸到底有几个老婆 你也不知道 外面有没有 美国有没有 日本有没有 但是我们说 李锦记家族的 妈妈规定里面 有规定 规定什么 不能养小三 不能离婚 不能逃假 昌信 真的有这个事情 是啊 规定是这样 就是说 你基本上 你不太能够 他规定很多 然后你不能够 什么 离婚 养小三 那些基本上 你都不能做 如果你做的话 基本上 你就被踢出家族 所以他们就怎么样 非常严格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 因为他们家族 没有上市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被踢出去之后 不好意思 你什么股权都没有了 你什么东西都分不到 所以其实 基本上我们说 李锦记家族 他是非常严格的 指引这样的制度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说 为什么能够 他们能够这么厉害呢 我觉得其实也在是说 第一个 他没有资本市场的检验 但是这几年 其实我们发觉 他的家族 开始有一些波动的变化 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说的无限级 对不对 你说无限级的变化就是说 基本上英国厉害 你本来在李锦记集团 对不对 我说老实话 我是从卖蚝油开始 做生意 可是蚝油的价值 其实还是比较固定 所以他后来从蚝油 去发展 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 他从中药出发 他说这个药材 OK 所以他们主要产业 不是靠卖酱油 房地产而已 对 他们转投资到中药 对 这个中药 你说传统的卖中药 你说实在 也没我小时候 所以它是中药跟 保健食品来出发 OK 所以它就是保健 生计医疗 居家用品 通通给你灌上一个什么 养生的称号 然后他厉害 说来厉害 他其实是从香港出发 他就卖到中国内地 然后卖到马来西亚 整个华人的市场 用什么 用直销的方式 所以说老实话 他最风光的时候 如果大家知道 意思是什么 2015到2017 因为那时候全部钱进去 极限的时候 应该是最大的时候 集团五千几人 然后招待什么 全部集团都去泰国旅游 去泰国旅游 可是大家知道 其实他最夸张的是说 当他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市场进入了中国来做一些所谓的 我们说保健食品的直销之后 其实当时候很夯 那夯到一个机械的时候 他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做一些所谓的资产的分散 所以他在什么 珠江才去做投资 不过我觉得他最令人惊惊乐道是什么 当他在2017年的时候 他还去哈佛 去创办一个什么 快乐的什么 健康快乐的什么 研究的学位赚了1.6亿 有什么 他说我这个事业就盖给人家健康一块 像郭台铭的大健康事业 就像大健康事业 可是好景不长 为什么 因为最近中国是不是开始在茶池穿销 所以到了2019到2020年 整个集团在中国的份额就开始下降 因为什么 因为开始什么 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茶器 所以我说实在 你刚才回到 他这种婆婆妈妈的这种所谓的 我们说的 应该是女人国的治理的方式 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是说 我决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很简单 我决定做直传销 做做直传销 我决定不做就不做 所以他们做得很快 那他底下的这些小孩们都乖乖的 不敢去外面做什么乱七八糟 所以你也没有听过 李锦英家族什么在外面乱七八糟 因为一旦做出乱七八糟 全部都被踢出去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能够排名香港第四 说老实话 这样子共治的方式 没有上市 我认为也是香港里面非常厉害的 其实我们说在近代史上有很多叫梦想之地 比如说早期中国的上海 现在的深圳 而在清末的时候 梦想之地就是当时的香港 所以只要中国出了问题 很多人他就是往香港跑 当做一个跳板也好 当做一个打拼的梦想的新故乡也好 那其中跑到香港也不是每个都像你现在听到这么好的故事 因为这种故事常常是幸存者偏差 我常开玩笑的讲很多人说 妈祖很乖的外乖 我们阿祖的阿祖阿祖 当山过来台湾就是碰到妈祖的 我跟你说为什么你跟妈祖的很乖 因为不乖的没机会跟你说 当年跑到了香港去 也有一个不乖的 那个人已经听过他叫做杜月笙 杜月笙到了香港没多久 并是在香港他的身价也只剩下10万块美金 当然如果你以当年的10万块美金 还是很大的 但是问题来了客死异乡 而杜月笙一路支持的国民党政权 也不准他来到台湾 当年国民党里面号称 有70%的所谓的士官是清邦的 90%的军官是清邦的 连蒋介石本身都有清邦的背景 所以一旦杜老爷子来到台湾 势必可能会影响到 蒋介石的权威 所以不准他来 最后台湾有一个杜月笙的衣冠种 在戏纸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女士战国BATTLE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